嗨,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你们好吗? 我是抠抠杜,来自越南 这几天呢,就是跟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 还有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他们的东龄营 然后呢,抠口发现了一个 就是中国老师,还有在韩国大鹏博客的那一位 大鹏也以为是越南是没有冬天 就是觉得是越南很暖或很暖 那么您看到了没有,这是 这不是一般的毛衣,这就是羊毛 对,所以呢,越南 我现在抠口是在越南宁平 就是越南最靠南的北部 就是宁平过后就是越南北中部了 很冷啊,这两天冷,冷到抠口工作的那个 就是明显能感受得到 就是我的脑子不好使了 所以啊,您看,还有这个,挺厚的 我去北京的时候也是用这些的 所以越南,越南就是室冷 嗯,越南是室冷 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万一您呢,就是一直以为是越南是没有冬天 不是的,我们越南是,越南北方是有冬天 嗯,春,夏,秋,冬都有哈 南方那边只有两个季节 就是旱季和雨季嘛 然后呢,越南这边的就是 就是虽然温度还是不是很 就是不是,就是 就是,呃,降温不是很明显 呃,但是一降温就是非常冷 就是室冷嘛 所以,呃,就像北方人到了 中国北方人到了中国南方 然后,呃,之前KoKo是在南方读书嘛 就在上海读书 呃,在我们的室里 就是,呃,就是屋里 哈哈哈哈,屋内 哆嗦,冷的哆嗦的 但是在北方,因为北方有暖气嘛 所以还是,但是暖气KoKo也是有点 嗯,不习惯,吃不笑的 南京也很冷 后来到南京教书 然后在南京冷到什么程度 冷到那有一年 南京降温的非常的严重 然后呢,南京本来是那个水不结冰的 但是那一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冬天特别冷 然后它结冰了 那么结冰之后呢 就是那个水到,就是结冰了 所以就是它承受不了 结冰之后它就硬嘛 就,就涨,涨了 然后那个水管崩溃了 崩了,就是,呃,所以水就在那个走廊结冰了 河滑河滑了 有一年KoKo去一大早去上课 然后去,就因为在那边当老师嘛 有一年是一大早就出门 然后就说,啊,它就差一点点就摔倒了 然后就一直说,阿姨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我 然后学生就是,他们在宿舍里面睡觉 然后都说,啊,那时候听到老师喊救命 但是因为人还在别人也还在被赠 我被在被子里,所以都懒得去理老师 还好那个阿姨 物馆的阿姨听到 然后就来救我 就是拉我 真的是难忘的经历 在越南这边也没有 coco住的地方 没有 但是听说在靠 靠近中国的那些地方 是也特别冷 然后温度很低的时候 也会下雪 但是这个下雪 那就是有可能是 你以为是下雪 然后您订着票去那边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汗过雪 所以非常激动 也很就是觉得很 惊喜 所以就想去看看 但是您到了就 很不开心 觉得是被骗了一样 但其实是 它报的就是天气预报 报的是会有可能下雪 但是由于现在 现在这种天气是难说 所以大家也是觉得 是有一种很失望的感觉 好 那现在coco准备上课了 然后这个星期 coco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每个星期 会有很多主题 让同学去选 但是coco只要说一个主题 那么其他同学也会跟着选 当然coco上课是一对一 就是只有coco和上课的同学 就一个同学 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开多人的班 coco说不喜欢 因为coco很享受 这个是跟学生交流的这个过程 因为每个同学的水平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不希望coco交得更多学生 就是不想跟他人分享 那种和老师交流的感觉 所以这个星期总是讲的是语法 当然每个同学要学的语法点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愿意学语法 这让coco非常吃惊 因为语法 coco以为是它很难 所以当然昨天coco在那个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语法 然后有位同学叫什么 说老师做SK5的语法 如果我不搞错的话 你是不是准备好SK5 但是coco一般都不会 你们看啊 coco不会按那个SK123456集来讲的 因为coco也不知道我学生他们的语法水平怎么样 所以就是哪里还不够好 就讲哪里 就是给他们补充 所以呢 就是coco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话 实际水平来讲 还有那个是舍不得 恨不得 由不得 不由得 了不得 不得了 来讲 还有很多啊 就是 忽然突然猛人 您知道突然和忽然 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吗 跟大家分享一个语法点吧 突然和忽然 突然感到有点不安 突然和忽然有时候是可以 一样的去使用的 就是说 我忽然 突然 手机突然响了 手机忽然响了 这时候突然和忽然是一样 但是这件事情有点突然 您不能说这件事情有点忽然 所以这个忽然不能用相于一个 就是那个很跟很跟非常跟十分一起用 但是突然和忽 突然和忽 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突然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好吗 就是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 跟我提一个很突然的问题 这时候您不能说他给我提一个很忽然的问题 所以突然和忽然 就是您要注意一些 天气冷 很心疼学生 因为一大早都要出门 其实口口更年轻的时候 也跟大家一样 只不过现在年纪一大一点点了 然后就 现在就在家里办公嘛 所以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但是也是辛苦很多年了 很多年 突然和忽然 还有巧然 这个然还有很多啊 竟然 居然 果然 果然是很好用啊 巧然 巧然 巧然落泪 巧然就是一个人很 闷闷不乐 还有看样子闷闷不乐 还是很伤心的样子 就是巧然落泪 悄悄悄悄的走 我母亲睡觉了 所以她睡着了 所以我悄悄的上楼了 就不打扰她了 很茫然 茫然 茫然的意思就是 非常 怎么说 就是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我太茫然了 对未来很茫然 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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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然回头 这个猛然回头 就是我们 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 突然起来 那很容易 那个是 叫什么什么 叫什么 捞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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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越南语就是 雷狗 雷狗 所以大家就是 不能猛然 起来 就是要 亲 亲近 啊 这 谁生出现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嗨嗨 晚上好 晚上好 嗯 晚上好 晚上好 哦 回来啦 回河内啦 你是不是穿的太少了呀 你多穿一件衣服吧 穿的太少了 你看 呗 老师 没有 你叫这么冷啊 很冷啊 我觉得有点热 哎呦 哦 准备上语法课 所以就是 哈哈哈哈 紧张到发烧了 哈哈哈哈 OK好 今天我们讲语法哈 老师先给你分享资料 你知道突然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东西跟贷款没关系 突然 嗯 突然 知道突然吧 嗯 说一下突然 嗯 嗯 说一下突然 嗯 对 但是他有很多说法 所以我们先来 今天先来说突然 嗯 还有等一下 我们说很突然 这件事情很突然 这件事情很突然 有没有说听说过 没有 嗯 没有 这件事情很突然 那这时候突然跟很 副词很在一起 很突然 你知道有个词叫忽然吗 哦 嗯 突然和忽然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你不能说这件事情很忽然 你只能说这件事情很突然 哦 嗯 所以这个突然和忽然 还是有一样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OK好 那看到老师分享的资料了吗 嗯 好 今天我们主要翻译的就是 在什么什么下 在什么什么上 在什么什么中 你准备好了吗 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先先看这些 嗯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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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嗯 巧然 嗯 巧 松七 巧 巧 嗯 巧巧知道吧 轻巧巧 就是 妈妈 对 巧巧就是没有声音的 就是 就是 现在你和你老婆 呃 去外面看电影回来 然后回到家里 父母就已经睡着了 然后你很担心会着醒他们 所以两个人就敲敲敲敲敲的 像两个小偷一样的 就是敲敲的 呃 回房间 对 就是敲敲的 就是敲敲 嗯 好 茫 嗯 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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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茫 茫 茫然 嗯 茫然 就是我们对未来 完全不知道 会来 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很茫然 我的生活很茫然 就是说 哎呦 天啊 听这句话好恐怖 哈哈 是不是很茫然 茫然就是完全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是茫然 嗯 好 茫然 茫然 我们学了 有个成语 茫然什么 茫然大悟 对了非常好 茫然大悟 对 好 猛然 嗯猛然知道吗 猛知道吧 猛 猛就是很转的意思 然后猛然是什么 猛然就是 就是 一下子 一下子 就像我们起床 起床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 慢慢的 我好像是在做梦 然后 慢慢慢慢的 才醒 但是如果是太猛的话 那么就是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就是猛然 猛然就是非常突然的样子 动作很大 就是猛然回头 猛然 对了 现在我好像是在后面有人说 哇 好够 猛然回头 你别猛然回头了 太恐怖了这个 哈哈哈 OK 好 还有 忽然 忽然 忽然和突然 因为忽然和突然 它有一样地方 有不一样地方 所以老师 先多给你讲几个 来 突然和忽然 你 对 你 你 好 你 你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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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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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